头回剑出导箭板 给自己口碑整更崩盘的 果然 论令和最抽象最摆烂的骑士制作组 还得是你们呀嘎查德 那么这所谓的导箭板 到底增添了啥内容吗 别急 阿当这就给大伙来仔细对比一波 首先大伙最关心的剧情改动 阿当很负责任的告诉大伙 他没有任何的变化 导箭板嘎查德最终画比正常的版本 多出了三分钟左右的画面 这大部分都集中在了对话部分 第一处改动 在1分44秒 多类德军事大闹广场的后面 增添了莲花与枪丸 观察黄金魔防 制作炼金药水的画面 上来的镜头就是俩路人的前辈组 给你嘎查德幽默完了属于是 但你别说 这镜头还真和后面对应上了 嘎查德剧组中 唯一一次炼金药水有作用的 是在4243两画 定住了林医的行动 而在后面救援普通民众的画面里 前辈组也是发射了同管药水 这处细节增加 勉强算你过关吧 可这5分33秒的第二处改动吧 那就属实有些过于幽默了 是增添了嘎查德三人组 最终形态对抗多类德恐惧的战斗画面 听上去感觉能看到新的打戏对吧 但实际上只是多了几秒 王八全护 特效没看爽 其实战力也没有体现 甚至后面里面就接上了 葛亮造出三明黑王人偶的画面 纯粹的非镜头 也难怪正式版检举里不会出现了 导解版第三处改动 在7分35秒 实际上这里面画面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区别在于增添了酒塘凤雅演员 十万干二所演唱的 风之守护者BGM 这处改动说实话 有点让人难崩盾 本来酒塘凤雅在大街局的登场 就非常的突兀 没有变身镜头 没有退场画面 原本阿当是想着你刀剑板 会至少增添一个酒塘凤雅黄金化的镜头 结果啥也没 甚至还预盖弥彰的给人家BGM 这不恰好就证明了 你戈尔德结局片长 没有调度好演员当其 最终没有画面可用吗 至于这BGM嘛 嗯 阿当只能说 好听是蛮好听的 神圣感和传承拉满了 但你为啥前面26话 假面骑士温德 唯一一次个人会不制作出来 结局了才临时补个BGM 这不纯拿观众当傻子好糊弄吗 假面骑士温德刀剑板 能拯救追击的结局吗 哼 拯救 想屁呢 不仅没能拯救 甚至还把他盯死在耻辱柱上了 温德导演剪辑板 第四处改动在20分左右 增添了枪碗与莲花 二人互相看对方不顺眼 吓跑了想要入学的心声 为了挽救他们回来 这对欢喜冤家 也只好暂时放下争吵 前去追他们 后面接的便是米拉托老师 一脸猥琐的样子了 不过提到米拉托老师 大伙是不是想起了啥 对 没错 他前面说要改编炼金联盟的 结果这都结局了 你说的改编呢 别急 盖哈德导演剪辑板 这就给大伙盛上来了 只不过嘛 这改编炼金联盟的人 不是米拉托 而是斯帕纳 岛尼满嘎德在第五处改动里 增添了静华老师 与斯帕纳的对话 这段倒是挺合理的啊 本身斯帕纳就属于 年少有为的炼金术士 并且也是战力最高的 那一批里面 如今老师忙着心生 保太郎李茵又太嫩 也只有他能当得了 这炼金联盟的老大了 而第六处改动嘛 也和这大差不差 不同的是对话的人 变成了李茵与风雅 嗯 光看这一段的话 这对父女俩的感情 倒是挺充分的 那么按照顺序来说 下一组增加的镜头 就得要轮到保太郎 和他爹他妈了吧 嗯 恭喜你答错了 哎 即便是导剪版 咱保太郎的爹 也仍然是个谜呢 他的脸还是有着白光打着 你说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啊 实际上保太郎他爹 真的就是没有脸的 不然制作组 怎么会放出来的这么多画面 却从来不给大伙看脸呢 而本次导剪版 最后的一个新添加的画面嘛 则是与金蛋有关 说实话啊 虽然阿当知道这是制作组 在给后续的微片 或者完结舞台剧做准备 但放在这里 还是有些太尴尬了 你这不就是在告诉大伙 你嘎哈德最重话 就是没拍好 一切都很水吗 对此阿当只能再次引用一段 保太郎的名言了 嘎哈德倒解满一出 一共就起初画面改动 这剧也盖棺定论了啊 就是一个低开高走负率的剧 后续尚未播出的嘛 还有个微片与完结舞台剧 但你要说这俩能否拯救剧的风评吗 这你参考01就能知道了 他剧场版拍的再好 也改变不了他体为是一坨答辩的结局 而这微片还能拍些啥吗 你别说哦 嘎哈德这一剧 还是留下了相当多伏笔的 第一个可能性较大的 便是明黑三姐妹这几位重量级角色 或许会复活了 在导剪里面增加的台词 这仨也是最多的 至于你说这仨复活啊 嘎哈德唯一剩的三冠会不会崩坏吗 哎 别嘎黑哦 明黑三姐妹在TV里死去了 后面微片里复活的是光明三姐妹 不是同一人哦 此外嘎哈德微片第二个故事走向嘛 也许会与120年前的明黑王有关 在嘎哈德下级剧场版结局里 黎明嘎是穿越回了120年 打败了明黑王 但事后官方也补充到 这个明黑王是独属于黎明嘎世界线的 和TV线的嘎哈德没有关联 所以按照这个逻辑嘛 TV线的宝太郎应该也是要回到过去 刷一下明黑王的 这里或许关于宝爹父亲到底是谁也会揭晓 而第三个故事走向嘛 阿当能力有限 这里就想不出来了 大伙如果对嘎哈德剧情有不同看法的 也欢迎在评论区补充 最后关于嘎哈德完结舞台剧嘛 标题是最后的舞台 出发彩虹色的毕业旅行 金奈也会在里面登场 估计到时又要出现祖传的战力崩坏了 他将会在9月28日开始公演 这里有能力的小伙伴 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届时如果有资源 阿当也会为大伙带来解说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大伙加齐玩得愉快 若是要补嘎哈德的话 阿当的建议是 不如加齐三天一天一击加布 吃点好的 若是已经看完嘎哈德的话 倒也不必抓着他一直喷 毕竟距离也是有好的部分的 引用夹之木的一句话 就是不要因为坏的回忆而否定一切 最后按照惯例 我是阿当 咱们下期再见